从瑜伽角度看蜂蜜对身体的益处 如果食用方法正确 蜂蜜能极大的注意身体系统 尤其对血液循环系统有好处 萨古鲁说 蜂蜜的化学成分与人类血液非常接近 直接食用用冷水冲饮和用温水冲饮 对身体系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注意切记用废水冲泡蜂蜜 饮用蜂蜜时要用温水调制 不要用刚烧开的废水 一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蜂蜜 蜂蜜的作用 1.蜂蜜能对抗贫穴 贫穴是因为血液中的铁含量不足 血液中铁含量不足时 身体的血氧能力会降低 导致人感到疲惫 如果没有足够的氧 你的心脏、大脑 你的整个身体运作水平将会降低 因此增加血液含氧量极其重要 身体的健康水平 以及身体的恢复能力 都取决于血液中的含氧量 女性尤其要注意 因为相较于男性 女性更易贫穴 如果每天喝一杯温水调制的蜂蜜水 你会发现血液红血球含量会逐渐升高 一旦血液含氧量增多 你会感觉到能量迅速提升 瞬间一切都更加充满活力 细胞更新与再生能力会提升 身体和头脑中的惰性水平下降 女性之所以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压力 和沮丧的一个原因就是 女性的血液循环中含氧量更低 如果含氧量太低 就容易滴落抑郁 二 蜂蜜能平衡血压 如果你是那种 快速站起来时会感觉头晕的人 那么你可能有低血压 血压低 说明血量不足 但是更重要的是 说明达到大脑的氧气不足 如果你在低头的时候感觉头晕 可能是血压高 头晕 要么是因为血压高 要么是犹豫缺氧 食用蜂蜜 可消除这些不平衡 身体自身的需求 会决定血压的高低 人们以为高血压是疾病 其实不然 高血压是身体在进行调整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 身体需要比平时更多的氧气 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或是血液质量不正常 身体需要血液循环更快 或是更频繁的器官维护 因此身体系统负担加重 接着血压升高 而低血压只是因为身体自我调整 而降低泵压 低血压也可能是先天的 系统不够强大 无法将血液加压到身体所需的水平 或者血液循环或血液中化学成分有问题 通常是这几个因素 共同导致了低血压 高血压的情况类似 它会对身体产生次生伤害 但是首先的伤害 还是高血压病症本身 这是结果 而非原因 三 蜂蜜对自己和练习瑜伽都注意 对于在进行瑜伽练习的人来说 使用蜂蜜尤其有益 瑜伽练习者是在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来刺激身体 因此保持血液循环系统和血液成分的平衡是关重要 长期食用蜂蜜能形成这种平衡 让你更有活力 想要打开身体系统的话 就要用温水调和蜂蜜 瑜伽就是让你觉知到身体的所有细微之处 你能觉知到的细微之处越多 你的生命就会变得越精妙 否则你就只是一个粗糙的存在 只知吃睡然后死去